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此每天他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 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不动 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 更关键的是 罗瑞卿腿受伤没有痊愈 行动很不方便 心脏也有毛病 当时的罗瑞卿已经72岁了 毕竟年纪摆在这儿 心脏病的问题还不算大 最主要的还是腿伤 不能走路 一走几步就非常疼痛 这对于搞部队工作的人是非常随碍的 罗瑞卿也为自己的腿伤深感烦恼 多位专家一起会者认为 治疗腿伤的最好办法 就是进行人工关节治患 不过这种治疗方式需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当时罗瑞卿身为秘书长 工作非常繁忙 每次在医院住不到几天就吵着要出院 他曾说要把72岁 当成27岁以来工作 因此他自然不愿意长期住在医院 他曾还主着拐杖去天津检查军事训练 但毕竟不能一直靠拐杖 于是有人找来了西德的骨科专家 给罗瑞卿诊治 专家建议可以安装一条假腿 使用非常方便 此举很是省事 罗瑞卿听后觉得也可行 但是手术要到西德去做 为此西德方面很重视 还派出西德的大使张鹏做了前期准备 西德方面在看了病例资料后 答复说有99%的把握 其实当时治疗腿伤在中国也可以 当年叶剑莹的弟弟叶道莹腿伤 就是被中国专家治好的 不过罗瑞卿还是选择了去西德 并请示了邓小平 就这样他去了西德 罗瑞卿的妻子郝志平也跟着一起去照顾他 8月2日上午7点进行的手术 中午传来消息说手术很成功 然而在第二日凌晨两点左右 色号传来 罗瑞卿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 8月10日 罗瑞卿的灵酒接回了北京 据罗瑞卿市秘书金耀明回忆 当时邓小平很是后悔 当初不该批准罗瑞卿去西德的 一生办事果断的邓小平 这一次却后悔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